三月份的中国股市能否走出一波赚钱行情 首先今天是三月份的第一天 中国股市还没有开盘 但是因为昨天坊间的传闻 这种小作文事件造成了整体半导体行业的疯狂上涨 也拉动了上下游的产业 可以说普及了大约几百只股票 但是我们看到成交量还是达到了万亿以上 可是今天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今天可以说盘面大概率还是90%会红盘 可是后面的情况会如何 因为今天虽说是三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但也是这一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其实周六周日需要发酵的消息是比较多的 首先第一点小作文的真假事件 可以用搅投票来说的话 90%是假的 虽说它带动了一些比如说什么菊花 或者一些重点的公司 但是你要知道全球的半导体行业 总共的芯片年销售额其实没有多少的 只有几万亿 但是每个人张口闭口都是芯片 都是3纳米2纳米1纳米各种光刻机 可是你要知道普通人用到的芯片 在生活中是很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大资本 一直都在投资基础能源 然后或者是传统的一些生活琐碎的方面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欧美 这种联合十国对我们的6G 然后进行一个封锁 还有就是对我们的算力芯片 其实算力芯片这个东西 你可以说它确实能改善一部分的东西 但是现有的我们拥有的资源 能否达到一定的级别 其实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 它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它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你用百度 或者用其他的搜索 你搜索的大部分都是垃圾没用的广告 因为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这些广告盈利 但是GPT它相对来说 能给你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快速的检索出你想要的一些东西 这才是这种AI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概念 可是你无法确认 AI给你提供的东西到底是否是完全真的 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 整个的AI运营到机器人 然后再有这种AI普及到了一些上下游的产业 然后开始深度的计算逻辑计算 可是这些东西完全的没有实际应用 它全是炒作一个概念 那么炒作概念炒作的久了 东西不落地肯定是要回调的 回聊到中国股市 今天的话如果成交额跌破1万亿 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政策 尤其是3月份是我们开会的一个季节 然后再有就是整体的一些行情 比如说这种房地产的白名单 加上它的扶持计划 尤其是六大行的发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维稳房地产的决心 加上这个就像跟大家聊的 就是假象那哈尔比那边供给金已经改变了政策 其实陆续的话全国很多地方 无论是放开还是改变政策 都是想促进房地产的一个持续的成交 因为钱只有带出去了才能流通到市场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持续增长的M2 M1 M0都是造成通胀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持续的放水 未来必定是通胀的 很多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普通人能买得起的东西越来越便宜 然后买不起的东西就越来越贵 这种情况造成了你的投资 你普通人是不受益的 然后呢 其他的你投资不了的疯狂增长 贫富差距就在持续扩大 这种情况下很痛苦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办法 你只能选择努力的去打工 或者选择持有一门记忆 就像我身边 以前的话在福州生活过几年 当时呢 总去一个理发店去捡头 那个小伙子可能比我小个十岁左右吧 二十四五二十五六 然后他通过这几年努力的上班 这小伙子竟然呢 在捡发业 可能在福州变成了小有名气 自己给自己呢 买了一套房 也买了一个卡宴 然后呢 最近这几天又给自己买了个 劳力士的这个余娥乐同款 然后给我都看惊呆了 我觉得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美发业是这么挣钱的 后来想想也是 就是女人对于美的追求 滑销和男人对于面子 小孩对于教育 老人对于健康 真的是无底线的投入 然后有的人说 那种药企 到底应该如何的去处理 因为有的人投资了这一种 相对来说深度的养老 无论是医疗啊 或者是这种教 老年大学 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 其实相对来说 我们的人口老龄化 也给大家发过数据 在2035年左右 也就是说往后处十年 这种六零后全部退休 其实我们老年人市场 是非常大的 然后就像这个 可以看到林远的重仓 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现在整体的资金呢 一直都在抱团高科技 但是你会发现 高科技炒到 三月中旬最多 其实它落不了地的话 会回调的很痛苦 然后像今天的话 可能市场会出现一波上涨 但是一定要注意把控风险 给大家看